风潮音乐为生活点播 我们是今天陪伴你的DJ Control T 我们合作下之后 我们就组成了Control这样的一个团 然后一直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是又加了鼓手复原 才正式把Control T这个团 就是组合在一起 那那时候会跟风潮音乐节 也是我在高中刚毕业的那个暑假 有一首歌叫来自我自己 然后我把它就是投了 分享了各个唱片公司 然后在这几百家唱片公司里面 有跟我们联络就是有两家 然后有一家就是风潮音乐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 跟风潮音乐结下了缘分 其实双主唱这个形式 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 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定调说 谁要当主唱或者是谁要当合音 纯粹就是因为主唱正家 他也会唱歌 然后我也会唱歌 然后我们就发现 我们彼此的声音蛮合的 所以我们就会依据一首歌的特性 去决定这首歌要怎么去表现 那刚好我们又有一男一女的声音 所以表现的空间其实蛮大的 在这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那时候写海浪的故事 其实我的外婆家是在福隆的海边 然后我很喜欢就是去外婆家的海边 弹吉他唱歌这样 那有一次就是在早上五点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睡不着 然后我就拿着吉他要出门 然后还被我的外婆发现 然后我外婆就说 哎你要去哪里 然后我就说 我要去弹吉他 然后她还说就是 就是不知道我在干嘛这样 然后总之我那时候就是拿着吉他 然后在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走到了那个外婆家的海边 那我外婆家的海边那边呢 是没有什么人的 只有早上只有一些渔民在那边 那我就是在坐在那个海题 防波题上面 然后就开始弹吉他唱歌这样 然后什么都没有想 就是吹着海风啊 然后听着自己的吉他的旋律啊这样 就觉得很舒服 然后也觉得很开心这样 那那时候这首歌就海浪就 自然而然的就写出来了这样 然后那时候还有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唱到一半的时候 还有海巡人员来关切 因为就是很少会有人在早午店的时候 坐在那边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总之那时候就这样子 把海浪写出来了 然后也是一直以来 我们现场表演的时候 会带大家一起 就是大合唱的一首很温暖的歌这样 接下来我要播放我们的一首歌 叫做为我留的光 那这首歌一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 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当初在写这首歌跟编曲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希望在繁忙的日子当中 可以有时候停一下脚步 然后告诉自己 辛苦了 然后拍拍自己的肩膀 鼓励自己说 接下来也要继续着努力 所以这首歌也算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 这首歌叫做 为我留了光 爱对一个人乘着马 你看着生活那么复杂 会不会有味儿想逃避一下 我知道 你一直都很坚强 在默默地背负那些难你想象 我该如何才能表达 我懂你 也心疼你啊 这是一首送给你的礼物啊 是一堆数不完的祝福啊 这是一首送给你的歌啊 你就将它收下吧 因为我看到了 你都疲惫了 不知道祝福传达到你哪了吗 就是一场现实的黑暗 为你绽放的 跟福哥合作的过程中 趣事啊 我覺得每次的練團 都是 有福哥參與 每次我們練團都變得更有趣 對,他帶給我們感覺 真的是在 玩音樂,然後 藉由玩音樂這件事情 去 與彼此激盪出新的火花 然後去進行創作 對,就是 在跟福哥 合作的時候 最有趣的事情 那演出過程中 印象深刻的應該是 台北燈姐 對,我們在西門 捷運出口一出來 就可以看到我們 那我們的音樂在那天晚上 感覺像整個 西門的大街小巷 都可以聽到我們的歌 那感覺真的很特別 如果說Ctrl T 第一 看高中 這三年之前 我們有什麼樣的改變的話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 對於音樂 是我們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的這一點 其實 從來沒有改變過 然後 第二,我覺得我們改變的就是 因為隨著我們的年齡的增長 然後 這三年間 我們看到了很多事情 然後也經歷了很多事情 所以 對於一些想法啊 還是對於說 maybe 創作的一些東西 也會隨之而變的提升 然後慢慢變成熟 這其實是一個人 本來在經歷 這樣的一個階段的時候 一定會去慢慢改變的東西 所以 我想跟我們 同年齡層的人 也會一樣慢慢 跟 發現自己 其實跟 高中的時候 剛 踏入大學生的時候 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三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 滿感謝 就是遇到 這三年其實遇到了很多很多 不管是 音樂人啊 還是說 像我們 幫我們製作這張 一批單曲的製作人 福哥 阿福 那 他其實教會我們很多東西 包括說 他用 以前他們蘇打綠的 一些經驗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其實可以怎麼樣的去做 這些想法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 畢竟有一個前輩這樣的一個指點我們 我們對於 音樂啊 還是對於 可能 音樂圈怎麼樣 我們自己未來的想法 又會更明確一些 對 所以 謝謝 阿福這樣可以提點我們 還有包括說 我們 之前這三年其實已經 遇到了所有音樂人 還有所有遇到 幫助我們的人 還有 粉絲朋友們 對 之後我們 Ctrl T會帶給 樂迷什麼樣的感受 我想其實 我現在也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定案吧 因為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不限於說 我們要去專精於哪樣的曲風 所以 每一種曲風 或是每一種音樂的感覺 我們都想要去嘗試看看 這樣 不僅也可以增進自己 對音樂這塊的了解又更深 也 也許 我們在 摸清楚所有曲風的過程當中 也會 慢慢的 得到一些說 欸 可能我們適合怎麼樣的東西 那 等到 這些東西經過我們自己 慢慢長時間的淬練下來 可能就會形成 Ctrl T自己的一個感覺 那我想粉絲朋友們也 會知道這就是Ctrl T 所以 近期期待我們 究竟會怎樣的去 慢慢的 又成熟 改變吧 對 最後我要播放我們一首歌 叫做不完美練習題 什麼是完美 什麼是不完美 這對於每個人的定義 都不太一樣 在面對不完美的同時 心境上面一定是相當複雜的 不管最後你是想要去改變 還是要去接納它 當你自己 下定決心 要去正視這個問題的同時 我想 這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還是會等待 最後一道菜 不太完美 還是要再愛才能交往嗎 不太值得先活著 挽引過你的街 比起天空白地 更需要多勇氣 總要留念 不完整的自己 一個故事 不可能被過去 但愛人延續 你重新擁抱了它 我願擁抱全力 那在最後 別忘了關注 蜂巢音樂的微信公眾號 以及微博粉絲專頁 獲得最新的音樂消息 也記得關注我們 做T1的微博喔 歡迎在底下留言 與我們互動 掰掰